1938年10月25日 持续5个月的武汉会战 以武汉三镇相继沦陷而结束 此一国军出动110万 日军30万 日军利用强大的海陆空立体炮火攻势 使国军伤亡40余万 但作为抗日战争中先敌最多的战役 国军也避伤日军20余万 这一战后 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 分别是以汪精卫、周富海为首的主强派 和冯玉祥、李宗仁等主战派 就在蒋介石难以驱舍之时 周恩来提出持久战的独特见解 几句话说下来 听得老蒋热血沸腾 立刻下令专机不去重庆改飞长沙 不去重庆 直接飞往长沙 就在蒋介石的专机飞往长沙之时 与他同行的还有日本轰炸长沙的96式轰炸机 时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的薛岳将军 带着他的参谋长正好经过长沙城外 武汉的失守让他们心情沉重 而长沙能否守住更使他们忧心忡忡 此时的长沙城内 鬼子的轰炸机如同苍蝇一般 不断朝城里投下炸弹 请客之间长沙城就成了人间地狱 由于到处都在轰炸 低头躲藏的百姓荒目择路 火车站里人们争着抢着上火车 大街上国军团长带头逃跑 加剧了百姓的慌张情绪 湖南省主席张志忠看到这一幕 顿时大发雷霆 下令城里执法队抓捕逃离长沙的军政官员 一经发现全部按逃兵处置 警员李本忠扑灭城中大火 中途回家查看下家人是否安全 当他发现父亲和妻子都安然无恙后 就准备立刻返回岗位 临走时李富嘱托他 战场上子弹不长眼 冲锋时喊得要比别人想 冲的时候一定别比别人快 李本忠心不在焉地答应着 声称轮不到自己一个小警察去冲锋现阵 就在长沙城水深火热之时 日本召开了五项会议 保守派和激进派针锋相对 最终日本御人天皇拍板做了决定 同意了保守派代表敬文文弥的做法 与此同时 为了占领岳阳的机场 日本十一军司令官钢村宁次挺兵岳阳 在新强河北岸屯兵待战 新强河距离长沙仅100公里 一时间整个长沙都感受到来自鬼子的压力 蒋介石做出应对 在湖南恒山及咸丰盛京学院召开军事会议 会议上白崇喜认为 长沙靠近湘江会遭到日本海军的进攻 建议放弃长沙退守衡扬 而薛岳却对此不以为然 他认为长沙和岳阳之间 百里范围内山岳湖罩错综复杂 有新强河 蜜罗江 老刀河 流洋河 四条河流 以及范围广大的洞庭湖 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将会在这里丧失优势 薛岳的这个观点和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 积小胜为大胜的方针不谋而合 当天晚上蒋介石就单独召见薛岳继续白天的话题 然而到了第二天 蒋介石突然更改计划 宣布放弃长沙退守恒山 还拿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让大家学习 随后蒋介石秘密召见了张志忠 刚见面时 蒋介石一口一个文白 叫得张志忠心里甜滋滋 突然蒋介石开始埋态沉沉 声称当初沉沉如果执行火烧武汉的命令 就不会把一座完好的武汉城拱手送给鬼子 张志忠立刻感觉到不妙 果然蒋介石又举出19世纪时 俄国火烧首都莫斯科的例子 声称拿破仑的60万大军不是被打败的 而是被稍微废土的莫斯科混死的 张志忠还想劝蒋介石三思 没想到蒋介石早已下定决心 嘴里的称呼也从文白变成了你 张志忠只好执行火烧长沙的命令 一桶桶汽油被运进长沙城 所有人都知道长沙要被焚 八路军通讯处主任 佛中华硬闯张志忠办公室 想要劝阻焚城计划 结果张志忠却说这次大火点着钱 肯定会把全市民众撤出城去 佛中华只好无奈离去 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 鬼子得知文城计划后 将计就计想出一招逐计 先是散布鬼子进攻的留言 接着派出小队伪装攻城 城内的间谍也跟着趁机点火 警察局长文崇甫和警备二团团长徐坤 自乱阵脚误信了鬼子进城的谣言 警备司令冯蒂在没有验证真相的情况下 下达了点火命令 随着城内最高点天心阁开始着火 全城数百处放火点都开始执行点火命令 长沙城顿时成了一片火害 此时正是凌晨两点时分 很多百姓还在睡梦中 再加上没有提前预警和通知 离本中想要劝阻士兵点火 却差点被执行枪决 只好先回家保全自家人 这场大火持续了两天两夜 全城六万余栋房屋被烧了五万六 三万多百姓葬身火害 这场大火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 广岛长崎一起成为二战中损坏最严重的城市 由于长沙大火点燃时 鬼子还在百里外的新墙河北岸 也就是说 蒋介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烧毁长沙不但没能打击日扣 反而被鬼子利用舆论大传特传 蒋介石气得怒骂娘气屁 指责政治中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下列严惩长沙大火肇事者 眼看长沙发生如此巨大的惨案 蒋介石坐不住了 直接坐专机到了长沙 此时的长沙城被烧的只剩断壁残垣 蒋介石走在昔日繁华的大街上 在路上捡起一只被烧黑的小布鞋 一言不发递给张志忠 随后命令各大报纸披露真相 张志忠被撤职 冯替徐坤文重甫被枪毙 由于一场长沙大火 无论是军心还是国际形象 都受到极大打击 为了稳住军心挽回形象 蒋介石决定让薛月顶替张志忠 已经和鬼子交手多年的薛月 来到长沙城 他会想出什么计策对付鬼子 长沙城能否保住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见